刘台长你好 我是84年的叔叔的 叔老鼠是吧 对 84年叔老鼠 我想问问我的身体上的灵性 84年老鼠 对 小伙子你的灵性主要是在你的肠胃上面 你这个人有点厌食 吃什么东西挑剔啊 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喜欢吃的挑剔的很 对不对了 对 还有 你这小孩子现在呢 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不想跟别人多打交道 因为你不喜欢的人 你连话都不愿意跟他讲 对不对啊 有一点 你现在在读书啊 我不是 工作了 工作对 工作单位还可以吗 工作单位还可以 你这个人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very sensitive 这个是的 太敏感了 明白了吗 知道 什么事情都怕 敏感的不得了 所以你做不了大的领导的 最多做一个小领导 supervisor之类的 明白了吗 我自己会注意一下 你自己注意一下心胸开放一点 对 有时候自己多承担一点责任没有关系的 别人都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人嘛 对不对啊 对 你自己要放开一点的 而且你这个人呢 他这样讲一点缺点好吗 没问题 你不要介意啊 你比较小气 不舍得花钱 对吗就对 对对对 因为图腾上都看得出来的 明白了吗 知道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小孩子 就是不要太敏感 不要感觉有时候太觉得周围人 好像都在陷害你啊 都在好像弄你一样 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宽大 多念每天念大悲咒念十三遍 心经念个十七遍 你看看你慢慢心胸会越来越宽阔 人也会越来越漂亮 明白吗 好明白 你还想问什么 还要问一个王人就是 名字叫李明 木子李 木子李 什么名啊 明天的名 李明 李明 对 什么时候死的 今年的九月二十一 想问问他现在在哪里 抄不上去 有人给他抄读过 是的 我告诉你 现在还是在阳间 就是在阴间里边 就是说一直 白天经常往上跑 就在空气当中跑 然后晚上还是到下面 到地府里边 我刚刚看见他了 这个人样子长得蛮端正的 蛮端正的 是的 个子 个子也挺高的 蛮好短头发 好像这里有一点点泉骨 是的 你赶快能不能帮他捏捏小房子啊 好吗 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该走的 本来不应该死的 听得懂吗 他是碰了不好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人的命运啊 有时候就是不巧 你就被鬼偷走了 明白了吗 好 你最好给他念87张小房子 87张 如果87张小房子 他会 应该会回来看你们的 OK 你知道台长说谁呢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 好 谢谢你 嗯 啊 谢谢大家